根据史书记载 武则天一生共杀死了一个女儿 两个儿子 四个哥哥 两个姐姐 一个亲生女 而这一切只不过是为了争宠争权 实现他的皇帝梦 说起中国历史上 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 他总是脱步了 极残忍与聪明 疯狂与冷静于一身的形象 他有着超人的智慧和政治手腕 同时又心狠手辣 非但任用酷吏 以强硬手段经营着他的武洲王朝 甚至就连上在强宝中的亲生 女儿也可以残忍地饿死 说起武则天他漂亮有眼 心 功于心计最新权势 胸怀鸡谋 信奉佛教 黄银赦迷 然而最令人毛骨悚然的 就是他的残忍无情 为了争权夺利 为了巩固他的统治 他可以将爱情 亲情等全都抛住脑后 武则天属于那种早熟的女孩 年方十四岁 便已开启花节 与玉生香之女性情怀 就在这一年 贞观十一年公元六百三十七年 唐太宗选美结果武则天被选入后宫 临行时母亲杨氏痛哭不已 他却显得非常平静 对母亲说 见天子 因之非福 何儿女背乎 果然唐太宗见到武则天 立即就被他迷住了 一连灵性三叶被封为才人 按照唐初的后宫制度 在皇帝的一百二十一位妻妾中 位列第三 零 虽不算高也不算太低了 况且是打破常规越级 声补的 太宗比武则天年龄大两圈还不止 武则天自然知道 自己不可能跟唐太宗过一辈子 他和那些有积谋的妃嫔一样 开始为太宗死后 预作准备在皇子中寻找靠山 据名人沾沾外食所评级的 《行使秦惠类》记载 高宗为太子时 入侍太宗击见武士 月之遂及东乡征烟 也就是武则天 跟还是太子的唐高宗勾得上了 说起来 这里面还有一个相当精彩的故事 当时皇子中最得太宗宠爱的 是位王李泰 宫中有不少 妃嫔都巴结他 和他暗结私情 但武则天可谓别具慧言 他选中的目标 是性格懦弱忠厚老实的静王李治 为的就是将来 可以随心所欲的操纵和摆布李治 一天李治入侧 武则天跟进去 用金盆盛水捧给李治 洗手 汗手半跪 做出一副娇滴滴 风情万种的样子进行挑 逗 李治终于按捺不住 那一团热轰轰的浴火 情不自禁一手震水 向武则天脸上弹去 并吸引道 乍以乌山梦里浑阳台路阁恨无门 武则天马上回应道 未曾紧障风云 会羡慕金盆与陆文 两个人一拍集合 遂及做了男女狗和之事 据说武则天还怀了李治的孩子 所以情史中说理 是争 意思是同母辈发生性关系 武则天摸透了太宗的脾性 在他的调教下 李治极力 投太宗所好 终于被立为太子 唐太宗驾崩后 李治继位当皇帝及唐高宗 按照唐代后宫的规矩 武则天离开后宫 来到长安感业寺水仙安出嫁为妮 待了近五年 当时他大约二十五六岁 正是青春薄发的年龄 这年高宗和后妃一行 驾临感业寺为太宗五周年纪 陈年相祈福 秦时秦桧类记载 王后及萧淑妃之宠 引领武士长发那只后宫 寓意见淑妃 淑王皇后见了武则天后 暗中派人把他崇幼接近宫里 续发换装悄悄送入唐高宗的怀抱 图谋借他的力量来使萧淑妃失宠 当时王皇后与高宗的另一个宠妃 萧淑妃之间义之名 争暗斗 怎奈王皇后太过方正 而萧淑妃能变换各种手段与皇 立打情骂巧 比皇帝刺激而新鲜的感觉 再加上会吹销会做料理 皇后自然争宠不过 于是便想利用武则天来对付萧淑妃 武则天一招重入帝王宫刚开始时 他背词驱礼 前方百计笼络王皇后 两人联手很快便将萧淑妃打败 但武则天并不满足他处心积虑地 想取代王皇后的弟 喂 他不惜广散财物结交宫中的内奸女官 让他们刺探王 皇后的言行 有什么风吹草动 立即报告 但却迟迟找不到下手的鸡 喂 武则天不愧是个人物 早在他身为唐太宗才人的 时候就发生过一件事情 西域进贡给唐朝一匹宝马 但性情暴裂 许多年轻力壮的骑士都驯服不了他 奇数精湛的唐太宗还曾被他掀翻在地 大家束手无策之时 只见武则天拨开人群站出来字 请去马 他说 神妾只需三样东西 一铁鞭 二铁锤 三匕首 先用铁鞭子打得他皮开肉绽 死去活来 还不听话 就用铁锤敲他的脑袋 使他痛扯心肺 如果还不能制服他 就干脆用刀子割断他的喉咙 唐太宗虽闯荡半生杀人载数不在话下 却也从未见到过 如此心狠手辣的女人不由得暗暗的 对他有了戒心 其实武则天其实是心狠手辣 简直是蛇蟹心肠 俗话说虎独不食子 可武则天这头凶残的母老虎非但食子 而且食起来不吐骨头渣 他经过深思熟虑 想出遗迹狠招 正好不久前武则天刚生下一个女儿 长得伶俐可爱 高宗疼爱无比 王皇后自己没有生育 也非常喜欢这个孩子 一天王皇后来到武则天房里看望他 武则天假装亲热地与皇后聊天 丑机会让宫女把小公主抱来 王皇后高兴地逗饮着孩子玩 一直等孩子睡着 才起身离去 皇后刚走 宫女报告说皇帝要来武则天 一看千才难 逢得良机来了 于是一狠心将亲生女儿饿死在强暴里 还捧着女儿幼小的尸体说 可惜你生在帝王之家 为了母亲的贤途 你只好死 然后将被子盖好 高宗近来掀开被子 见女儿暴死 忙问刚才谁来过 武则天哭着说只有王皇后来过 高宗悲愤地养天探导 是皇后杀了我女儿 于是下招废掉王皇后 立武则天为皇后 没过多久 又在武则天的挑唆下 将王皇后和萧淑妃赐死 当上皇后之后 武则天便把自己的四个兄长 一一提拔 起来 不想四个亲哥哥并不认同他的做法 而是责怪武则天 搞乱了朝政 武则天大怒于是把他们发配到边的 并在途中逼迫其中两个哥哥自杀 另两个也险遭毒害 武则天的亲姐姐韩国夫人丧夫 带着女儿来到宫中 高宗见到美貌的母女俩 一并收入后宫 就有点冷淡 武则天了 武则天好不容易登上皇后宝座 独占恩宠 怎容别人 与他分享 过了一个月 韩国夫人忽然莫名其妙死了 高宗怀疑是武则天干的 但又找不到证据 只好小心翼翼地保护好 韩国夫人的女儿 魏国夫人 不久武则天那两个 幸免愉难的哥哥进宫朝圣 武则天在后宫设宴招待 在座的还有高宗和魏国夫人 武则天亲自下厨 在哥哥送来的鱼里下了毒 结果魏国夫人之后 当场蹊跷流血而死 武则天马上拍案而起 无赖哥哥送来的鱼有毒 立刻命事卫把他们推出去斩了 他这是一箭双雕 既除掉了眼前的情敌 又把有可能反对他的哥哥也收拾了 高宗晚年身体病弱 想把皇位传给武则天 无奈群臣 但坚决反对 高宗不敢激怒武则天 李鸿但武则天不甘心 即将实现的皇帝梦被人搅换 哪怕他是自己的亲儿子 于是一杯毒酒毒死了李鸿 后来高宗立武则天的次子李贤 为皇太子 并令李贤监国武则天 又先下手围墙把李贤逼死 高宗一死武则天一手遮天 中宗和瑞宗先后都指向 征庆得当了55天和半年的皇帝 便被武则天废掉 他自己隔堂魏州当上了女皇帝 根据史书记载 但是至亲武则天前后 共杀死了一个 女儿 两个儿子 四个哥哥 两个姐姐 一个亲生女 而这一切只不过是为了争宠争权 实现他的皇帝梦可见其人 显毒至极 不过平心而论 他当上皇帝以后 确实也采取了一些进步的改革措施 包括广开科举 知人善任 抑制豪门垄断 他奖励农丧 行修水利 使得社会稳定 经济发展 为后来的开源盛世 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展